朱立倫在擔任新北市市長任內 其實大家對他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對於核四的態度 對於核一核二場的態度 那在2013年他就曾經說過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核電 沒有核安就不必談核四 2025非核家園絕對不是口號 這好像是蔡英文的口號 不過朱立倫是很認真的背書了 那2016年說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就沒有資格使用核電 對於核電的態度一向是 反核相當的明確 那2017年也說 非核家園已經是全民的共識 2018年提醒永和團體說 不能夠忽略核能安全的重要性 在2018年以前 朱立倫一直是站在反核的這一邊 那這一次因為要選總統了 他接受專訪說 如果他當總統 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當能源不足的時候 我願意重啟核四 他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處理核廢的問題 這個轉彎不能說不到 這麼大的一個轉彎 對於核四的態度 難道就是因為 以核養綠公投的一個結果嗎 還是現在國民黨內的初選的選情 詭譎變化 而朱立倫過去認為自己是 民調最高的候選人 但是最近呢 不但是一直沒有辦法贏過柯文哲 還常常被韓國瑜大幅度的領先 是不是這個選情有變 所以政策轉彎 以核養綠公投在2018年這場選舉當中 訴求是廢除2025非核家園的年限 照有589萬票同意通過 當然現在民進黨的執政團隊 對於這一個公投的結果是 不願意完全的接受 依舊照他原本的這個能源政策 推動2025非核家園的時程 並沒有要改變的意思 但是來看能源政策 絕對是以一個國家領導人 重大的一個政策方向 之前在新聞深喉嚨 我們也問過韓國瑜 他對於能源政策的看法 對於以核養綠公投的看法 韓國瑜當時的回答是說 他當然也主張核四 要開 要重啟 他說我們花了四五千億 花了20年罷免了四個立委 好不容易弄好核一 核二要除役了 把核四最新的賣掉 政府在搞什麼太可怕了 顯然他是站在重啟核能的 這一邊也支持以核養綠的公投 針對朱立倫這個最新的說法 蘇貞昌他說 朱立倫是最早說要選總統的 現在選情有點被編緣化 所以只好講仲賢的 為何把核二廠乾除執照卡關 現在才講這種空話 有關於能源政策 當然也是蘇貞昌這一次 在新北市敗北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因 深澳電廠的這一個魔咒 一直跟著他 雖然最後拆了炸彈 還是讓他輸了將近30萬票 能源政策是國家的重要政策 的確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政策 朱立倫這個時候大轉彎 來得及嗎 會讓人家相信他一路走來 都是同樣的想法嗎 我今天早上看這個新聞之後 其實我非常的驚訝 我還有跟原資通電話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看過電影上面 有一種叫熱燕彈 賴老師已經最清楚 當飛彈過來的時候 我趕快放出熱燕彈 就是紅紅的一顆一顆 大家看電影看過有沒有 飛彈他是熱導彈 他去追蹤要打我 我趕快放出熱燕彈 他就不打我 他就打那個彈 神隱兩個月太過低調 太過佛系 太過沒有曝光的情況之下 朱立倫市長從美國一回來以後 立刻把自己當成熱燕彈 他拋出核四的議題 不但現在看到 聯行熱燕彈的發言 藍綠都打他 他自己當熱燕彈 所有飛彈都打過來了 萬箭穿心 是誰在發射飛彈 我不知道 所以我常常講 因為我採訪朱立倫市長 也快20年 我常常就有一個看法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是在廣播電台 所以全19年他都反核 最後這一年他突然 我覺得這個議題非常的棘手 他是勢必要選總統最後的話題 因為現在大家支持核能 而過去的這段期間以來 他對於核能的看法 基本上我不知道 大家的看法如何 或敬哲或原始的看法 但我的看法是 朱立倫至少是屬於反核派的 就認為說核安是比較必注意 然後核能是不能隨便啟用 2025要廢核 核四也不能用的 這樣子的看法 你現在覺得當總統要去處理 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 我剛剛講了 你兩個月的時間 你是第一個說要選的 12月25號就在新北市政府 跟大輝首要選 那個時候民調跟反應都不錯 可是為什麼接下來 你要選擇這麼低調 低調到王金平院長 你的另外一個強勁的 黨內的其實是同志 但是也競爭 合作也競爭 就是你為什麼要整個 就有點神隱就消失 然後你選擇再出來面對媒體 我相信從今天開始 報紙有早上有廣播專訪 接下來電視台一定都有 你為什麼選擇我剛剛講的 熱燕彈 讓民進黨去抨擊你 讓國民黨的同志也一頭霧水 讓網民鄉民去嘲諷你 然後把你過去的這一些 古拉斯今天發了一封 難以置信 行政院長孫昌也講 你把自己過去 這麼多年以來的信念的改變 我就一句話講好就好 所以是古拉斯整理的嗎 古拉斯也有 他的臉書上也有寫 我就一句話就好了 如果假設 我們就先挑到下一題 假設韓國瑜最後真的代表國民黨參選 假設 然後他說我不要九二共識了 他突然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下場 九二共識會害死台灣 突然改口怎麼辦 直接就打滑就摔車 摔到山宮裡面去了 朱立倫的總統參選之路 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可是我真的看不懂 為什麼他的第一題就是這個 你說吃10天大家才會回來 可是回來你是被罵而已 因為過去你的論述的確是比較反核的 你現在告訴我說你可以了 你現在講說 我當總統的話 基於國家安全考量 能源不足的時候 我願意衝擊核四 有信息有能力處理核廢料的問題 可是過去你都一直跟大家講 就是目前台灣基本上無法 安全妥善終極的處理核廢料 為什麼突然卸任新北市長以後就可以 然後你也講說 在我新北市長的任內 核四就不可能起用了 好 現在你任外了 你已經不是新北市長的任內 這些東西會被檢視 會被批評 而且同志也都還在出招在追打 在所謂的兩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這個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評論 就是說我認為 這題應該是原汁的題 對 我認為 他還為我們解謎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剛剛特別講到 幾點不解也不是好的策略 在選舉上來講 沒有維持他的人氣 因為他等於是在媒體上消失兩個月 然後沒有抓住好的議題 這個議題是必須 但是他是必須有一定的共識以後 得到大家的理解 我並不是贊同 但是我勉為同意或是說 我必須要為台灣的未來等等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好起手事 我覺得朱立倫的2020非常危險 我們如果要作為一個總統的參選人 其實目的不是贏得慎選 重點是應該要治國 應該要把國家的一些問題解決 帶給台灣一個比較好方向 沒有慎選怎麼治國 對 當然慎選也很重要 但你終極目的要是治國 所以你如果要治國的話 你就要把經濟 你要把能源的問題解決 你可能兩岸關係要搞好 我認為朱立倫 朱市長 其實他這段時間 當然委和批評都很有道理 他過於低調 但是他在幹嘛 其實他是在學習之旅 其實他在這段時間 跟很多人見面 都在學習一些新知 比如說經濟方面 他的第一個起手事 其實不能說是能源 應該說是經濟 他這一次選擇到美國去參訪 他沒有到華府 他是到矽谷 去跟矽谷當地的一些新創公司 或者一些人才做交流 包括留學生 其實他想提出來 是一個經濟的方向 包括文化經濟 新經濟 或是生活經濟 可是他在專訪當中 拋出來的震撼彈是核四 所以他這趟學習之旅當中 是有學到特別的核廢料處理方法 他就說他有節奏性 一開始的時候講經濟 當然因為現在大家對經濟 他提出的比較沒有關心 但是當提出的核電能源的時候 忽然大家就開始非常的關注了 因為大家認為說 你是不是態度大轉 我其實我曾經有在節目上面講過 我覺得住院沒有反核 但大家那時候都不相信 過去這些說法是什麼 因為他過去 過去這些說法是什麼 他講的就是說沒有核安 或不能處理核廢料 就沒有核電 所以現在有核安了 又能處理核廢料 也不是 他是用一個比較反面的手法 去敘述這個事情 就是說因為沒有核安 沒有核廢 所以我不值核電 但是我們轉過來講 如果有核安 又有可以處理核廢料 我就支持核電 實際上他的邏輯是這樣 過去他是站在新北市政府的角度 我是新北市長 誰要把核安的問題解決 誰要把核廢料的問題解決 是民營政府 是中央政府 所以應該是中央政府 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現在角色不一樣了 我現在是要參選總統 我的態度是什麼 當人員出現危機 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 人員出現國家安全的時候 我支持核廢重啟 而且我很負責任的把核廢料的問題解決 我也會要求核四要安全 他現在其實他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來講一下 有人就會挑戰 為什麼你以前認為沒有核安 為什麼核不安 你現在認為核安了 你以前認為不能處理核廢料 為什麼你現在又可以處理核廢料 好 我稍微再解釋一下 以前因為是民進黨的政府執政 民進黨政府從來都 另外一個問題會問朱立倫 如果你早就知道核安問題 怎麼解決核廢料怎麼處理 結果你居然藏著不告訴民進黨政府 去做這樣子核安的處理 核廢料的處理 而一定要等你選總統的時候 你才把方法提出來 因為應該是講說 因為之前過去這方面資訊 全部都掌握在民進黨政府的手中 台電都他們管了 現在到底核電廠安不安全 說實在我們外界真的無從得知 原委會願不願意出來背書 原委會能不能找國際專家來鑑定 他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情 如果朱立倫當委總統 朱立倫絕對會這樣做 包括請很多專家學者 像黃世修也可以 黎明也可以 大家就一起來研討 到底核四是不是安全的 只要有一個權威機構 或大家認為這安全的重啟 核安問題就解決 核廢料的問題 過去其實國民黨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也有想要處理核廢料 境外處理 但是當時的民進黨的立委就杯葛 所以這個沒有成功 其實境外處理 也是一個選項之一 其他的選項包括 是不是到國外找一個很深的地方 我覺得這很多專家學 都可以提供很多意見 我現在不是去講那個細節 我要講的是說 朱立倫今天表現的是一個態度 就是說過去 我雖然站在新北市的角度 我有可能有講出這些話 可是我態度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非常會積極的去處理 核市重啟的問題 而且我會把核安問題解決 我會把核廢料的問題解決 其實這個事情 大家都應該要肯定 包括賴老師 你在節目裡面 我們都看到你的大聲呼籲 大家現在已經還沒有走到 肯定或是不肯定那一步 現在已經是出現了很多問號那一步